轿车前挡风玻璃碎成蜘蛛网状 车壳表面也有明显凹动 仔细看上面有弹孔疑似遭到枪击 女车主原本出门上班 发现爱车变成这副模样 吓得赶快报案 地眼就在新北市卢州一处民宅巷内 当时车子就停在一楼住家旁 远景到场搜证 结果在地上找到关键证物 现场被发现两颗类似像这样的钢珠 警方经过弹道比对分析 以及家务访查 最后是锁定住在对面的一名男子 而邻居也说曾经看过他拿枪 在路上显晃 根据当时玻璃残留的弹孔 利用雷射光模拟直线路径 判断射击者的位置 另外被射击过的钢珠 也藏有许多蛛丝马迹 用空气枪用钢珠打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做千跟筒 试剂测试的结果的话 都会nective 就是说它是阴性的反应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说OK这个弹孔 它可能射击的那个 炮射体的话就是钢珠 远景仿查可疑嫌犯 果然在他家中查获一把空气枪 弹夹以及钢珠 38岁成姓男子是治安人口 工程因为好玩 从阳台往外试射 被一毁损罪判刑两个月 其他在过去也曾经拿玩具枪 在住家附近亮枪 被路过民众报案 这位爱车被枪射破玻璃 嫌犯就是住在对面的邻居 不认识被害人 结果谈到地上的钢珠 留下线索 七月新闻的交往黄金芬新北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